看到这个金色非常的讨喜 所以呢最近的这个智慧型手机呢 都要做金色的一个外壳 像iPhone的5s金色上市之后呢 是抢购热潮 大家都是为了要买金苹果 而如今呢三星跟宏达电HTC 也计划呢在农历过年之前 也都要推出新款的金色手机 金色的iPhone 5s去年引发抢购热潮 在台湾上市首日就卖出两万台 大陆称作土豪金 开卖首日就有果粉 用1.2万人民币标下金苹果 而在美国也有人上网用1万美元成交 也就是30多万台币 成功让手机界刮起一股金色旋风 黑色跟黑色会选哪 我会选金色 金色吧 金色 金色啊 比较帅比较炫啊 看准民众就是爱金色 HTC One Max也推出琥珀金新款 从面板边框到机身背盖全部金光闪闪 各通讯门市限量供货 短短一星期已经宣告缺货 Samsung Galaxy Note系列去年在台湾销售达到百万台 今年开春抢搭金色风潮 即将上市 Samsung Note 3玫瑰金新机 要抢供女性时尚市场 比较一下三款金色手机 iPhone 5S低调香槟精 边框和背盖走低调奢华 HTC One Max搭配黑色基底 琥珀金色从正面延续到背面 Samsung Note 3只有边框是气质 玫瑰金色 那在2014年有两个生肖 特别更是需求的话 那当然就是属龙的 因为属龙的在2014年 它的这个财运的名次是最后一名 那另外一个生肖就是事业的能量 就是工作运 它是最后一名的就是猴子 命连老师意见仅供参考 不过手机业者敢在农历年前推金色新机 很明显就是要抢下过年的金色商机